我们现在已经到达了迭布县人民医院 本来想再做个核酸的 但是看到这个做核酸的人排队排了很长很长 乌渣港那有一个检查站 现在经过了三个检查站都是要求有核酸检测报告 这里就是然多村就在马路边上 如果你从乌尔盖过来去扎克纳的话 一定会经过这个村子 很值得看一看 一条河流经过他们的村庄 由于是疫情期间不方便进村 我就不进去了 就在外面拍一看 村外面就有一条观光的木栈道 村子沿河这一线都是这种比较大的桥木 不知道是什么树种 它不是非常黄 可能季节还不是很好的时候 看到我身后的这个村也是床车油温窝的一个点 特别漂亮哦 特别漂亮哦 这次我们是经过 Hearts 下车油温窝里面 海 concerned 翻川 大海 山顿 南海 南海 海 海 河 海 南海 南海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村里这片林子你乍一看 还以为是不洋人 一堆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哇 好多像小苹果 这个小果是长得像小苹果一样 但是好色 不能吃 这个村子十月底是最好看的 如果来年你也经过这里 请一定进去村子看一下 因为疫情的原因 我们就不进村了 拜拜